这个男人坐在蜡烛前,他在与恶灵对话,他伸出手,火焰没有灼伤他,恶灵递出刀,让他偿还血债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,一国阴宅。 阿波夫妇是一对南苏丹难民,为了逃离战区,他们穿越公海,来到英国伦敦。 经过重重考核,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暂住,可若想彻底留下,他们必须定期接受审核。 阿波很高兴,虽然房子破了一点,但好歹能住人,他动手修补起来,房子很快,焕然一新。 不过一到晚上,阿波还是黯然神伤,原来在来伦敦的途中,他们的女儿被淹死了,想到女儿不能和他们一起感受新生活,他心里十分难受。 忽然,客厅传来一响,阿波下楼查看,灯竟然是开的,他反复关了几次,灯依旧没熄灭,墙纸倒是波落下来,露出一个大洞。 阿波好奇地上前,发现里面有根绳子,他尝试拉出,灯却突然灭了,他不断地拉着,绳子越来越长,最后一个洋娃娃出现。 阿波一脸震惊,那是他女儿的遗物。 这时,阿波吓了一跳,可一回神,墙壁恢复如初,阿波难以置信。 第二天,阿波和妻子尝试跟新国度接触,很快,两人有了截然相反的感受。 在街上,阿波受到教堂社工的热情对待,他们送给他食物,还跟阿波看体育比赛。 阿波很高兴,跟他们一起唱歌,而妻子这边呢,在找医院的途中,他受到小孩歧视。 到医院之后,医生也对他面露惊恐,妻子不太高兴。 回去之后,他认为自己无法融入这里,这时,屋里传来异象。 妻子回头,刚摆好的水果莫名滚了下来,他伸手去摸,水果竟避开了他,滚进了墙上的洞中。 妻子面露惊恐,似乎想到了什么。 晚上,夫妻二人沟通出门社交的心得,果然因为感受相反,两人产生了分歧。 阿波认为,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很有希望。 他建议,他们应该尽快学习英国人的文化习惯,比如吃饭时使用桌子和刀叉。 但妻子认为,他们应该坚守自己的非洲传统,因为英国社会始终会歧视他们。 他给阿波讲起之前在房里碰到的诡异事情,指出这背后一定是家乡传说中的叶巫在作怪。 由于他们在逃往英国的路上,害死了自己女儿,现在他们要遭到报应了。 阿波心中隐隐不安,但坚称是妻子出现了幻觉。 深夜,阿波一个人在拆墙纸,忽然他背后一凉,他回头一看,一个鬼影晃过。 他跟过去,发现房中央坐着一个非洲小孩。 他一边拿刀捅地,一边喃喃自语着,妈妈,阿波含毛直竖,这不是女儿吗?忽然。 阿波吓得半死,小孩退回阴影中,阿波一照,啥都没有,他彻底慌了。 他明白,刚才发生的不是幻觉。 他叫醒妻子,表示要销毁一切从非洲带来的东西,业务一定是从这些东西上追踪过来的。 他疯狂地收集物品,连女儿留下的遗物也没放过。 最后,他要扯下妻子身上的项链。 妻子不忍心,那是女儿留给他最后的东西。 但阿波还是决绝地夺下,丢尽了火焰当中,然而,事情并没有好转。 之后的晚上,阿波总是被噩梦惊醒,他梦到自己在海中漂流,被难民的僵尸围绕。 醒来之后,他来到房间,却又看到女儿的鬼魂。 女儿把灯一关,难民的鬼魂纷纷出现,他们围住阿波,牢牢地制服住他。 女儿爬上来,拔刀抵住阿波的脖子。 阿波奋力挣扎,千军一发之际,他打开开关,灯光亮起, 鬼魂消失了,阿波崩溃不已,他拿起锤子大力砸墙,让鬼魂们滚出去。 第二天,阿波来到移民局,他告诉工作人员,自己想换个房子。 工作人员面露难色,阿波不敢说关于夜屋的事,只好扯别的理由。 小哥见他神色紧张,便前去家中查看,结果一进门,这一墙都被砸得稀巴烂了。 小哥认为,阿波可能有心理问题,当即要把他遣返。 阿波苦苦哀求,这时,妻子走出来,告诉小哥, 夜屋的事,小哥难以置信,觉得这家人心里都不正常。 小哥走后,阿波陷入绝望,他点上蜡烛,表示要跟夜屋亲自谈谈。 于是,恍惚当中,阿波走进幻境,黑暗当中有一个火堆,夜屋隐隐现出轮廓。 他递出一把刀,告诉阿波,只有他为女儿偿命,这一切才能够结束。 阿波半信半疑,他伸出手,火焰,警烧不到他。 他瞬间明白,夜屋没办法触碰他,所以让他自己动手。 他责骂夜屋在玩诡计,下一秒,夜屋把阿波困在梦境中。 海洋上,女儿的身影再次浮起,阿波惊恐地喊叫起来。 现实中,身陷幻境的阿波已经被吓得尿裤子了。 妻子忍不住了,决定独自逃回非洲,他翻出窗外,却发现自己也进入了夜屋的幻境当中。 他身处自己的非洲老家,遇到早已去世的同胞。 在他们的帮助下,妻子一点点地回忆起往事。 其实,他和阿波根本没有女儿。 几个月前,他们从战区逃出来时,通往港口的大巴挤满了人,自己说只能让孩子上。 于是,阿波从人群里随手抱起一个孩子,表示他们是一家人,司机让他们上了车。 孩子惊慌地大叫,孩子的生母在后面紧追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 就这样,阿波和妻子通过拐走一个小孩,换到了自己前往英国的车票。 路途中,这个孩子身亡了。 阿波和妻子深陷内疚,在如此的精神压力下,他们产生了记忆混乱,误以为那个孩子真的是他们的女儿。 了解到真相之后,妻子泪流满面,此时同胞递上一把刀,表示只要杀了阿波,让叶巫获得阿波的肉身,女孩就能复活。 妻子露出犹豫的表情,场景转换,妻子回到现实当中,他和阿波此时都已经醒来。 两人无言地坐在餐桌前,妻子起身徘徊到餐刀附近,但始终不忍下手,这时身后一阵响动。 妻子回头,只见阿波已经用刀割伤自己,他打算用自己还债了,他让妻子赶快离开,妻子流下泪水,亲吻阿波之后走了。 阿波静静地坐着,忽然间灯光闪烁,整个房子晃动起来,地板碎开一个大洞。 夜屋真身出现,他拽倒阿波,宁笑着把手伸进伤口里。 阿波疼得大叫,妻子在隔壁捂着嘴巴,女孩的鬼魂握住他。 恍惚当中,妻子又回到幻境,他和女孩经历的点滴浮现在眼前。 可随着阿波惨叫,妻子受不了了,他冲回去,用刀杀死了夜屋,阿波得救了。 事后,一名鞠工作人员来到夫妇家,发现墙壁已被阿波修好。 两人看起来精神正常,双方表示,之前他们太急躁了,现在他们决定在英国好好生活。 小哥很好奇,问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。 阿波解释,只要学会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,才能够继续前进。 说完,他和妻子望向房内,只见女孩和所有鬼魂都静静地跟他们站在一起。 《异国殷宅》2020年的一部英国恐怖片,相比片中夺人眼球的政治背景, 这个故事的核心关注的其实是个人内心问题。 在剧情前半段,男主阿波与妻子,关于是否留在英国的争论,本质上是对自己过去罪行的态度。 阿波一味地选择迎合英国,代表的是对过去的遗忘,而妻子一味地选择排斥,则是对未来的害怕。 事实证明,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最佳方式,只有认清了自己过去的错误,学会面对和接纳,过去才会放过你,并与你一同前进。